新潔市公布国庄法拉第少年的课程 苏生家族家庭总共是150个人左右 今天站到台北来到买了兄台首六卿参观 在前一天安排大地叫头个秀科兹君号 过期都是头过媒体新闻跟网络的文章来设施六卿 这次是头一次来到买了港役区 头过云亚评的介绍家族情形参观 买相马昏兄自己对着六卿的感觉 环保实验室在做什么呢 它最主要是在进行我们这个六卿的整个排放水 还有空气的检测 新潔市公布国庄的法拉第少年 站在台北的环兜瓦当 今天来到台所没了六卿唱歌参观 无关系什么参业 这就是台湾的一部分 好好都会真心整个要读念买相来设施 所以早上先到行政大楼 我们另外在生态实验室 也做一个详细的说明 同时让他们知道六卿在环保这一方面 我们所投入的一些设施 然后再带他们到工厂里边实际去参访我们制成的一切 那即便是个工业区 你可以看到这也是他的土地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觉得是在教育孩子这一块 其实要把这块土地交给他们 就要让他们能够认识这块土地的所有的一切 所以为什么我们像比如说去年 我们把原住民当一个议题 那今年我们就把六卿这个当作一个议题 25号的环保就来到混淆不了 和封亚安排书生在教育高校 抠出混后住一晚 健康课有讲过 就是这里的桥头国小 该在六卿旁边 然后老师是告诉我们 污染很严重 那其实我昨天来 我很惊讶这里的树这么多 可是在这之前 我其实还是会担心 我在那边睡个晚上 吃一顿饭是不是会 就什么污染就很严重 但其实我进来 我发现其实不会这样 最后要熄灯的时候 看到一盏微弱的光 以为他们在玩雷射笔 就很惊讶的是一只萤火虫 不瞒您说我对曼寮六卿的观念 是有一些刻板的印象 然后语论会让我觉得说 这个地方是搞不污染的 可是今天其实 昨天晚上到今天 整个厂区的介绍 会觉得应该去了解一个地方 你才能够去真正的知道 这个地方他做的一些建设 公布国中为冷清控三年开始 计划效果的主研 安排转身的扣定 虽然过程 给当老师都要记录背东 加上下心的安全都要照顾到 这个工作不简单 但看到下心的下心 较少量一个心动 他们也感觉这一切都有给大陆 记者 国庄品 彩虹不得